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仙妓既然千里迢迢来到这儿 为何要归缩在此处 还让自己的手下去送死 来都来了 为何不大大方方地来喝杯喜酒 季云和 本宫早就该叫你杀了 可惜啊 你一直都未曾如愿 只怕以后也是如此 走 顺德 我们之间是不是应该做一个了断 好 季云和 你故意迎我过来 号称走一步算三步的季云和 如今也有钱驴技穷的一人 看来终究要打一场了 既然你不愿意自己乖乖入阵 那我把你打进去也行 可笑 太可笑了 现在娇人已经不在了 你孤身一人 竟还敢口出狂言 这场乱局 皆以你我签订训交之约开始 那就应该由你我二人结束不胜 你算什么东西 敢与我相提并论 季云和 今日不只是你 整个北渊 本宫都不会留下一个活口 这次我必须亲手阻止你 这次我必须亲手阻止你 几乎我们知道 你不想要把我估论 行手阻止你 二人都不会留下一个活力 那你越来越来越来越多了 一啊 竟然想你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求我呀 只要你肯屈活 本宫可以给你一个痛快 否则 本宫就按当年之约 将你一刀刀 萧为人质 顺德 你可真可怜 本宫如今什么都有了 何许你来可怜 如今 他摇尾起怜的人是你 你终于想了 可怜 我来迟了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让我被欺负 怎么可能 或许是我命不该绝 若不是我沉寂长眠 你怎么会放松警惕呢 这菩提果能救长夜 菩提树百年一果 可重塑金外 亦可解开冰封 这颗菩提果 是姐姐照顾我百年那日 菩提树结的果子 我一直待在身边留作纪念 没想到竟是如此机缘 天君 顺德以为长衣已经兵封 不如先将此事当作秘密 让顺德他以为自己占尽了优势 等他最得意之时 长衣便会成为他最不设防的道路 只不过本君也不知道 长衣尊主到底能否及时苏醒 万一你与姐姐对战遇险 而他却又来不及赶来 这班族是否太过冒险 长衣他舍不得让我出事 我信他 他一定会来 大尾巴鱼 千万别让我等太久 现在我的力量都回来了 顺德 放弃吧 大尾巴鱼 千万别让我等太久 大尾巴鱼 那尾巴鱼 再交易 大尾巴鱼 大尾巴鱼 困在 몰盟 他没地上 大尾巴鱼 是 一个小散寗 大尾巴鱼 小散寗 现在 一切都该结束了 一切都该结束了 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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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醒醒 兄弟 冬天长老 醒醒 太好了 你们恢复清醒了 谷主呢 谷主也被顺德抓走了 林浩清也来了 你们以为 毁了金灵就结束了吗 金灵操控的不过是普通傀儡 此灵是我魔气所助 无法摧毁 佩林浩清再合适不过了 凶肠 长夜 天军怕是有危险 去吧 这里有我